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获得真正自由的方法 是要学会自我控制 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状态 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 丧失自由 所以 那些精神自由 保持独立思考的人 也正是擅长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迷彩 今晚要给大家读一篇 最近非常受关注的文章 来自一位中科院的博士 叫黄国平 他是在2017年毕业的 但是 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的一篇 附在论文之后的感谢信 被人发到了网上 之后让 无数的人落泪 一起来听 黄国平的文章 致谢 我走了很远的路 吃了很多的苦 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 送到你的面前 二十二载秋学路 一路风雨泥泞 许多不容易 如梦一场 仿佛昨天 一家人才团聚过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奥里 母亲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离家 父亲在家的日子不多 即便在我病得 不能自己去医院的时候 也仅是留下 勉强够治病的钱之后 又走了 我十七岁时 她因交通事故离世后 我哭得稀里糊涂 因为再得重病时 没有谁来管我了 童年 和我住在一起的婆婆病故 真的无能为力了 她照顾我十七年 下葬时 却仅是一副薄薄的棺材 另一个家庭成员 是老狗小花 为父亲和婆婆守过坟 后因我进城上高中 而命不知何时何处所终 如兄长般的计算机 启蒙老师邱浩 没能看到我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 对我照顾有家的师母 也在不惑之前 匆匆离开人世 每次回去看他们 这一座座的坟营 都提示着 生命的每一分钟 都弥足珍贵 人情冷暖 生离死别 固然让人痛苦与无奈 而贫穷 则可能让人失去希望 家徒四壁 在没有登下写作业 或者读书 都是晚上最开心的事 如果下雨 保留节目就是 用竹笋壳 塞瓦缝 防漏雨 高中之前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夜里抓黄鳞 周末钓鱼 养小猪仔 和出租水牛 那些年里 方圆十公里的水田和小河 都被我用脚测量过无数次 被狗和蛇追 半夜落水 因续电瓶进水 而摸黑逃回家中 学费没交 黄鳞却被父亲偷卖了 然后买了肉和酒 都是难以避免的事 人后的苦 尚且还能克服 人前的尊严 却无比脆弱 上课的时候 因拖欠学费 而经常被老师 叫出教室约谈 雨天失路着上课 屁股后面 说不定还是你 夏天 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 冬天 穿着破旧的衣服 打着寒碜 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 领作业本 这些都可能成为 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不是考试后 常能从主席台领奖金 顺便能贴一墙奖状 满足最后的虚荣心 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身处命运的漩涡 耗尽心力 去争取那些 可能本就是 稀松平常的东西 每次转折 每次转折都显得 那么的深不由己 幸运的是 命运 到底还有一丝怜悯 进入高中后 学校免了全部的学杂费 胡叔叔一家 帮助解决了生活费 进入大学后 计算机终于成了 我一生的事业和希望 胃溃疡和胃出血 也忠于我作别 从家出发坐大巴 需要两个半小时 才能到县城 一直盼着走出大山 从聚光乡小学 大银镇中学 义笼县中学 绵阳市南山中学 到重庆的西南大学 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 我也记不清 有多少次 因为现实的压力 而觉着自己 就快扛不下去了 这一路 信念很简单 把书念下去 然后走出去 不枉活一世 事实难料 未来 注定还会面对 更为复杂的局面 但因为有了这些点点滴滴 我已经有勇气和耐心 面对任何困难 任何困难和挑战 理想不伟大 只愿年过半百 归来仍是少年 希望还有机会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不辜负这一生 吃过的苦 最后 如果还能做出点 让别人的生活 更美好的事 那这辈子 就赚了 有人浪迹江湖 有人寒窗苦毒 有人恶于风筝 有人早已麻木 有人先平爱抚 有人为力是徒 有人精打细算 有人漫不在乎 他们竖起了耳朵 才息怒 裂开了笑脸 多诚服 不过想在平凡世界 里找宝物 才会哭着笑着装苦涂 有人家在万贯 却开始生痛苦 有人身无分文 却也活得舒服 有人如不付出 半杯酒 便再无贪图 有人换了张脸 企图脱颖而出 有人躲躲藏 不想引人瞩目 有人正宁边目 却该装得一关处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轻松 有人如不付出 半杯酒 便再无贪图 有人换了张脸 企图脱颖而出 有人躲躲藏 不想引人瞩目 有人正宁边目 雪还装得一关处处 耶 有人爬上高楼大山一跃而死 只为让亏欠他的人 吃场人民官司 若这时才看见 楼里多少难以窃取 有人白天笑脸 应该敷衍去世 只为半夜就够 看泪说的熟悉装置 醒来时再继续对着生活 要无牙前世 日空一日 却不辞职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世路 有人回不当初 有人难得糊涂 有人感慨完全 说你我不过一把图 喜欢我爸爸的节目 点赞订阅哦